那我們這一次就是有特別就是商界的物理治療所之後 包含心理師、營養師都有專屬的諮詢的空間 那我們因為它這次有借了兩個運動中心 所以其實我們帶了兩個營養師來 分別都是負責季級項目跟球A項目 所以它我們白天的時候大部分會在運動中心 就選手訓練我們就會在場邊 那我們其實三個地方都設置了就是這個營養補給站的部分 就有點像選手村他們就是會有各種的食物 我們一樣他們在外面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給他立刻的即時的補充 像我們其實運動結束之後會有很多的氧化的物質 氧化的壓力 所以我們其實帶了很多營養品來 然後我們會幫選手配置說 就是怎樣可以幫助你抗氧化 那我們就會幫他配好他的飲食的餐點 跟他訓練之後需要恢復的 就是做好即時的恢復這樣子 像這個是他就是有領取的營養品的基礎的使用說明 然後我們會按照他的賽程跟賽前的準備 就是幫他設計好 就是依據他的賽程 他中間應該要怎麼攝取這樣子 然後就是上面會有一些他的就是不同天 然後他應該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那選手其實就是帶在身上之後 他就可以按照這個 以及我們幫他配好的營養品 他結束之後賽前賽後都可以看著小卡 然後去吃 所以他就不需要再花很多時間思考 我要怎麼吃才適合我 這一次我們國訓中心在外 跟運科處在外面有商界的一個物理治療所 那物理治療所裡面其實有很多的設備 那其中有這台像這台正播機器 是目前已經在運動商還很常用的機器 剛好剛好 就是我們從國內帶到選手村裡面的機器 一模一樣 所以在治療銜接上就沒有所謂的問題 那剛好把這個比較齊全的設備 在村內跟村外都可以給選手提供服務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治療所的一些空間上的使用上 其實有可以注重到隱私跟即時系 因為這個物治所的旁邊 就是我們跟法方商界的這個訓練中心 那選手訓練完之後 他可以馬上過來做放鬆 然後有狀況可以做一些治療諮詢 所以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搭建了一個診間的部分 所以銜接訓練 銜接後續的放鬆跟一些診療 甚至一些治療 然後就在一個很靠近的一個area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棒 就是我自己也在亞奧運參與過 是最完整的一次的一個配置 有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做比較即時甚至又快速的一個服務 因為重點是訓練場款就在旁邊 訓練場款就在旁邊 所以這件事情 方便這件事情在國外比賽我認為是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能夠兼顧到方便 又兼顧到整個團隊的完整性 這個是最影響的狀態 因為畢竟在國外比賽 很多時候沒有那麼的影響 很不方便 那這一次真的把這個做堅定 別的空間不一樣 我們的空間其實會看起來是更簡單 是因為選手在高壓的狀況下 我們需要給他一個比較簡單 乾脆的一個空間 讓他可以去釋放他的壓力這樣 那選手呢 通常我們會分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我們要場邊 就是他訓練的時候 我們在場邊觀察 然後隨時做調整 另外一個是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會到一個比較隱私的空間 來做一些會談的部分 那會談的部分呢 選手是坐著或躺著 所以選手他的心情 他現在想要躺著就可以躺著 他想要坐著也可以 他想要坐地上也都OK 就是我們就是隨著選手現在的狀況 然後去做一個更密切的討論這樣子